公車雙結巴士維修機場用來洗車加油和保養 站體完工包括巨型洗車機 還有挑高加油站體主體建築曝光 無期機場位於台中港市政中心重劃區 占地三公頃 斥資1.6億 近期驗收結束就能招標租業者 三公頃土地主建物達到三層樓 地坪只有500坪 裡頭有停車場 有專用車道 還有後來取消不用的行控中心 硬體設施驗收完成 關乎啟用時程 這麼令公車業者期待的雙結巴士維修機場 早在胡市長年代就發包 林佳龍任內建造完成 超大園區看起來很壯觀 而主角雙結巴士台中一共64輛 其中原隸屬快發公司32輛 全部關在台中南屯文心拖吊廠 實際上路載客32輛只有總數1分 32輛雙結巴士總價將近4億 前一陣子招標18輛三家業者標得 最新統計 統聯客運19輛台中客運18輛 聚越客運標得8輛總數達到13輛 老胡政策林佳龍政府在活化 32輛雙結巴士左右兩邊一字排開場面霸氣 接下來剛飆售的18輛雙結巴士 路線終點台中高美濕地 遊客除了欣賞美麗夕陽 木棧道散步 還能看到浪漫高美橋 路全再延伸滾動觀光材 至於剩餘14輛已經有5家客運公司考慮投標 雙結巴士維修機場何時啟用 近期驗收是關鍵 什麼時候招標出租 交通局表示沒有時間表 不過當然是越快越好 東森新聞 蔡林漢 陳志輝 台中報導